而现议员张美慧则是提出了公共议题三个方向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解决包括花莲市的停车问题 小黑文防治还有拒绝污染产业进入花莲等 都是最近民众很关心的 张美慧希望县政府相关单位能够解决民众的三个疑虑 而现议员张美慧则是提出公共议题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提前解决花莲市 在连续假日期间的停车问题 与作为观光大县小黑文的肾虐 是否应该拿出办法来防治小黑文 我是针对在这次质询是以公共议题 而且是民众的不满民众的这个民怨为主轴 那因为这是牵涉到很多乡亲的一个不满的心声 那首先就是花莲市的停车位一位难求 那包含汽车跟机车 那我们想就是县政府一定要加快脚步 那当然有一些行政程序是繁琐的 但是在一些方案措施 短期性及时性的 我们希望至少在今年的年底前提出来 来因应明年春节 这个连续假期 这个车潮涌入 这个是最基本要做到 那中长期的一些停车场的僻件 也持续的来督促他们加把劲 那第二个就是谈到小黑文 小黑文真的也是很多民众的痛 我们地方的报社还是说 他是花莲十大民怨之首 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环保局就是不能够很消极的态度 就是态度都不是很积极的 那已经防治了几十年 但是看起来每年 这个小黑文一年比一年凶猛 我们也常常听到民众的反应跟抗议 跟不满 就是觉得为什么花莲的小黑文这么多 而且这会严重的影响 我们夏天的观光的人潮 他们来到花莲的意愿 他也强烈的要求县长许真卫 能够解决 拒绝污染产业进入花莲 一旦开了先例 是无法恢复污染的环境 希望花莲的环境不要被破坏 我们的环境一定要守护 就是捕风养鸡场在花莲的 这个申请设置 美会在议会上特别请许县长 一定要守住花莲 不要让污染产业寄到花莲 那我也特别举例宜兰跟云林 他们在自治条例的拟定上 云林反而比较严格 那宜兰比较宽松 但是这十几年来 宜兰十七年设立自治条例之后 只有十厂的设立核准 但是在云林他们的自治条例上路了 五年而已 有384厂的一个成立 这个畜牧场所以就是一个县的发展 县长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他的决策 他的欢迎或拒绝污染产业 在这样子的下决策就影响到花莲 很长远的发展 我们在这边特别提醒许森为县长 一定要拒绝污染产业到花莲 最后他也强调三项的公共议题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为民众解决 这一些都是民众所关心的事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